哈喽 欢迎来到鱼圈小儿的频道 鱼卷向您报道 说起内娱九五小生必然绕不过吴磊的名字 吴磊三岁拍广告起家 五岁被神话剧《风神榜之凤鸣奇山》出到演艺圈 205年年仅15岁的吴磊在胡歌主演的古装全眸大戏《狼牙榜》中 饰演小飞刘一角 声名大噪 后主演电竞剧《穿越火线》 古装剧《长歌行》持续累积人气 直到前年《星寒灿烂》《月生沧海》播出 吴磊凭借精湛演技 以及搭档赵露丝的超强CP感彻底爆红 许多凭古装剧爆红的男性 幻演现偶剧口碑都惨跌 像是凭苍烂绝的王鹤蒂 长相似的谭金寺和山河令的龚俊 去年分别与白鹿 周野 中楚戏 主演爱情剧《以爱为盈》 很想很想你和我要逆风趣 口碑不是普通就是花铁炉 难得的是 吴磊从古装转战现偶剧成绩依旧亮眼 不仅与周玉彤主演的爱情而已 被封为姐弟恋天花板 与赵金麦主演《在暴雪时分》 来人更是高填吻戏连发 舔翻网友 且近来他拍摄《在暴雪时分》片出曝光 以1200万人民币 约台币5280万 拿下全局冠军 更碾压派《以爱为盈》 仅拿880万人民币 约台币3872万的王鹤蒂 沃磊也彻底约胜 九五后小生之手 而且由于在暴雪时分 一剧分案拍摄 吴磊在剧中有许多讲英文的台词 他展现一口流利的英文 让外界相当惊艳 然而吴磊也坦言 讲英文跟外国人对戏其实挺费劲的 完全不如外界想象的这么简单 另外吴磊除了要准备角色之外 还有勤奋练习中球 才可以符合林一阳天才型球员的特质 开拍前 吴磊就在认真研究 专业中球选手的比赛纪录片 细细观察他们的运动习惯 吴磊曾受访说到 包括进球之后 赢球和输球之后 会有的动作都会参考进角色里 因为毕竟我也没打过比赛 不仅如此 吴磊还主动要求导演少剪接 不然就是在欺骗观众 欺骗自己 其中有一场打撞球的戏 他希望可以以一进到底的方式呈现 但怎么打球就是不静待 在连续打了一个多小时 38杆都失败后 乌磊察觉自己状态不佳 直接跟工作人员道歉说 大家对不起 我们明天再拍吧 隔天调整完状态 在第四杆就拍摄成功 他也指护 人就是差这么一点点不放弃的勇气 这点勇气可能是林一阳给我的 可以亏得 他钻研角色非常认真 对表演惊异求精 此外 乌磊不讳言与林一阳个性相差非常多 两人唯一相似的就是对于事业的热爱 林一阳热爱撞球 而他自己热爱表演 认为唯有对自己喜爱的事情坚持 才会有好的收获 不少网友也夸赞吴磊非常敬业 纷纷直呼 吴磊每次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还原运动员真实的样子 真是天选林一阳 演技好又认真敬业 吴磊手上除了还有两部带上映的电影 草木人间 入行人格外 也已经于去年底竞组开拍 革命题材新剧西北岁月 但该剧低调拍摄保密到家 至今尚未有官宣消息 而吴磊上个月28日 才飞抵米兰参加时装中 二日凌晨5点回到北京 在北京接受工作后 当天下午5点 又立刻飞往陕西进行拍西北岁月 形成完全零空档 吴磊不仅敬业 为人也是没得说 像是吴磊与王兴月 在暴雪时分 饰演的是竞争对手关系 两人都撞球高手 吴磊推赛多年后 才又回到赛事大展身手 打败王兴月 之前吴磊与王兴月 在你好星期六 参加踢球游戏单元 吴磊先踢了2.1公尺 又踢了3公尺 两次加起来5.1公尺 是全场最好成绩 相较杨迪没踢成功 以及王兴月只踢成功一次 3公尺 算是吴磊的高光时刻 正当大家等待主持人 何炯公布结果时 吴磊忽然说 何老师 我觉得要给王兴月 再一个机会 他察觉王兴月 想再试一次 却无法说出口的心情 果然在他开口后 王兴月忍不住 露出跃跃一时的笑容 在对方挑战前 吴磊还不停叮咛王兴月 亮亮而醒 注意安全啊 王兴月随后也成功 再次提出3公尺好成绩 王兴月认为 如果吴磊不主动提出 给王兴月再次挑战的机会 他就可以在踢球游戏环节 拿到冠军 当场赢得最大的光环 但是他却细心看到王兴月 想再表现踢球的渴望 并且愿意帮对方挺上而出 与其他偶像剧小生的竞争心态 相当不同 反而从细节更见其人品好 不仅如此 他在暴雪时分 虽然跟赵金麦稳不停 但是在节目的游戏环节 依旧小心不碰到对方的身体 整个人非常绅士 还会在泼水环节 小心护住女生 另外 吴磊在2月初直播 为赵金麦外送了雪人蛋糕 当时离开镜头去收获的他 一看到蛋糕 忍不住惊呼连连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这真的太可爱了 随即出现在镜头后的他 捧了一个雪人蛋糕 雪白的大蛋糕上 有数个雪人 由草莓 樱桃 与奶油组成 看起来相当讨喜 吴磊还特地在 外送来的蛋糕上备注 多吃点 让他开心直呼 我现在就吃 我这一整个吃掉好吗 没想到 吴磊下一秒 怕他吃太撑 立刻温柔阻止 不要不要 让人印象深刻 吴磊在中国娱乐圈的人员相当好 不仅从小合作到大的胡歌 是他为接班人 不少合作过的女星 也跟他保持良好友谊 迪丽热巴过去跟男演员合作偶像剧 常被嫌重 难以公主抱 但吴磊跟他合作 长恨哥的时候轻松抱歉他 对于外界质疑 迪丽热巴和他因年龄差距太大 隐爱情戏不搭 吴磊直接回应 没事 我想了 他嫌小 而当年吴磊15岁和谭孙韵演旋风少女 搭档 大他9岁的谭孙韵 不少人笑谭孙韵 像是诱拐未成年少男 吴磊跳出来帮谭孙韵解围 没错 我15岁 他6岁 我们的确差了9岁 这次从细节可看出 吴磊在杂暴雪时分 与其他演员关系融洽 王兴月 日前出席活动 还拿起手机 与吴磊照进麦自拍 三人笑得一脸灿烂 戏外关系相当好 有意思的是 一月 陈兴旭与张若南搭档演出 《你有今天》中 两人剧中在公司是律师事务所 老板与下属的关系 却在因缘机会下 租到同一间房子 前期两人关系虽然暧昧 但陈兴旭饰演的钱衡 平常治理工作 所以到了30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 完全不知如何追女生 而钱衡 从与成瑶一起租的房子搬走后 非常想念成瑶 但又不知如何接触对方 情斗初开的心情 让网友直呼有够甜 钱衡搬回自己家中后 想起过去会与成瑶一起追剧 于是就开始看 吴磊周宇童传的《爱情而已》 他本来对自己与成瑶之间的关系 一筹莫展 没想到看一看就有灵感 随即打给助理 发给他另一则案件 就又可以与成瑶有联系 也让网友笑称 爱情而已 根本就是前行的恋爱最佳助攻 此外 吴磊在《爱情而已》中 演出宋三川景22岁 追求周宇童饰演 打他十岁的梁永安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不仅在情敌面前 大方牵起梁永安的手 也毫不避讳 两人相差十岁的事实 持求霸气追爱 让网友直接磕翻 不少人也认为 可以在尼永今天 看到与爱情而已的梦幻联动 可以说是相当惊喜 吴磊不仅对待同俗演员 对手戏合作对象十分暖心 对待粉丝也是没话说 更被称为 是名列前茅的最好追星体验 像最近 吴磊虽然形成忙碌 但在北京机场 看见等候的粉丝 想送信给他 即便在赶飞机 吴磊的脸上表情 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或者不悦 嘴里一边喊着 哎呀来不及了 一边挂着阳光笑容 元气满满 亲自奔到粉丝面前收信 超级充分 只见吴磊从包幕车上下来 他身穿黑外套 配卡其色长裤 背着黑色货背包 奔跑越过马路 找粉丝收信 网友笑称 吴磊本人就是暖男 真至温暖的画面曝光后 融化大批粉丝直呼 这男孩我可以爱一辈子 粉吴磊真的太幸福了 吴磊状态太好了 好帅啊 好了 看完吴磊弟弟在表演 以及对待粉丝的表现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